进博会上既有聚焦美好生活和消费品以及农产品 也不乏各类高精尖医疗器械和装备设备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探馆 看进博产品如何让生活更美好 一日之际在于晨 要想有一个活力满满的早晨 高质量的睡眠必不可少 那您只要躺在这张安装了一个传感带的床上 它就会实时地将您的体温及心率变化的数据 传输到控制系统来改善室内的温度和环境 从而来改善您的睡眠 您比如说在夜间临睡前 这个室内的光线就会慢慢地按下来 您看现在这个屏幕上显示的 它会有香薰和舒缓晕液的配合 来让您进入睡眠 那进入到睡眠当中 您的心率会逐渐稳定 这样的话呢 这个照明就会随之关闭了 早上到了 这个窗帘已经自动拉开了 它会让阳光照进来 那再配合上这样轻柔的音乐 美好的一天就这样开启了 健康饮食 有智能化的餐具来帮忙 您看这是一把勺子 但它不是普通的勺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可以通过向我们的舌头传递电信号 从而让舌头感知到1.5倍的咸味之觉 那么这样呢就可以降低食盐的食用量 可以减少高血压等发病风险 对于一些需要保持低纳饮食的消费者就有口福了 而这款超薄柔性玻璃已经应用到了我们的手机上 你看它摸起来的质感有点像薄膜一样 非常的轻 它的厚度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5分之1 它布勤非常的轻薄 而且它可以像纸一样能够折弯起来 能够在弯曲半斤一毫米的情况下 折叠30万次以上 目前这项黑客系已经在中国量产 并且已经应用到我们的折叠屏的手机上 环保材料的应用 环保理念的推广 也让生活变得更绿色低碳 用过的塑料瓶可以在现场回收 这个展台设置的骑行台 也让低碳骑行积累的二氧化碳减排值 变得肉眼可见 通过骑车节省的资源 我们把它均用在之后 捐建球场的这个能量积蓄当中 也是希望让大家能够体验这个过程 然后推广这种绿色出行的 健康的积极的生活方式 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则展出了多种创新药物 器械和技术 这家展商就带来了近十款 即将在中国上市的全球创新产品 覆盖血液肿瘤 眼科及神经科学等重大疾病领域 将会集更多患者 了变得找一本